欢迎来到News 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在携手,二大有何独特之处? 杨子,李宪国色芳华捧脸路透。 在阅读此文前,麻烦您点击一下关注,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,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。 感谢您的支持,小编将每日为您带来精彩内容,希望您不要错过。 杨子与李宪合作的古装剧《国色芳华》公布剧照,引发粉丝和网友期待。 照片中两位主演捧脸路透,展现温馨瞬间。 杨子和李宪都是实力派演员,粉丝众多。 他们将再次携手合作,为观众带来更多惊喜。 虽然带拍工作充满挑战,但为了捕捉主演的瞬间,他们愿意冒险。 有人质疑带拍侵犯明星隐私权,但《国色芳华》的影响力不容忽视。 现在之代剧集正式上当,见证青春活力组合的奇妙演绎。 近日,杨子与李宪合作的古装剧《国色芳华》公布的一组剧照,瞬间点燃了众多粉丝和网友的期待之情。 照片中的两位主演,杨子和李宪,以捧脸路透照片的形式出现在镜头前,他们那温馨的瞬间让人心动不已。 杨子,作为新一代的实力派女演员,已经拥有无数的粉丝和支持者。 她的演技细腻且充满层次感,让她在影视圈中的影响力日益提升。 无论是现代剧还是古装剧,她都能凭借自己的实力和魅力,将角色演绎的淋漓尽致。 这次在《国色芳华》中,她将以怎样的形象出现,令人期待不已。 而李宪,则以其阳光帅气的外形和扎实的演技赢得了观众的喜爱。 她在《亲爱的热爱》中的表现,被众多观众所记住,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人气男星。 她的演技也在这部剧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,让人们对她的表演能力刮目相看。 在《国色芳华》中,她将再次挑战自己的演技,与杨子一起演绎一段奇妙的故事。 尽管带拍因为拍摄这些路透照片而被抓的消息传出,但关于剧组的花絮和图片仍旧在网络上流传不止。 这个圈子对于独家消息和图片的渴求似乎总是难以满足。 而当两位明星以《国色芳华》中的古装造型现身在镜头前时,他们那捧脸而笑的温馨瞬间更是让无数粉丝未知心动。 杨子的灵动眼神和李线的深情凝望被捕捉得恰到好处,这种化学反应让人不禁联想到他们曾经合作的亲爱的热爱的。 在《前世今生》中,他们将再次携手合作,为观众带来更多惊喜。 虽然带拍的工作充满了挑战,但为了捕捉主演的一丝一毫,他们愿意与保安,甚至动物们周旋。 这样的精神源于对明星和影视作品的热爱。 然而,这种对于明星私生活的大肆追逐也引发了一些批评。 有人提出质疑,为什么要非法追逐和侵犯明星的隐私权呢? 这样的行为是否真的有必要? 尽管有这样的质疑,但《国色芳华》的影响力却不容忽视。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,一张图,一个视频都有可能成为热点,吸引千万目光。 而《国色芳华》正是这样一个备受期待的电视剧。 粉丝们不仅关注演员的表现,更期待剧情与制作的精良度。 他们期望能够边拍边播,紧跟剧情的更迭。 如今《国色芳华》已经成为了一部备受关注的电视剧。 杨子与李线的再次合作,路透照片的曝光,有关剧组的花絮与话题,都为这部剧的首播增加了浓厚的色彩。 现在,我们之代剧集正式上当,共同见证这对青春活力组合所带来的奇妙演绎。 或许《国色芳华》将成为下一个热门剧集,引领新一轮的官剧热潮。 肖战《藏海传》和李线国色芳华有着相似的外貌,谁更好? 肖战新剧《藏海传》自开播以来就备受关注。 许多私生子和代理人聚集在恒殿,只是为了得到一些有关肖战的消息。 最近,有人拍到了《藏海传》中肖战的样子。 他看上去非常符合书生主义,而且举止完美。 果然,肖战的古装从来不让人失望。 大家都在好奇,从郭靖到藏海,肖战是如何在短短几天时间里, 就适应了苗条书生的体型的呢? 《藏海传》是一部历史阴谋剧。 肖战饰演的脏海,因有血海深仇,而后改变身份。 他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毅力,以及后天的创造能力和操控能力, 制胜了奸命,为奸命报了仇。 感觉有点像《狼牙榜》。 相信有郑小龙导演指导,这部剧不会差。 有网友指出,肖战的长相与李宪新剧《国色芳华》中路透的形象有些相似。 目前,李宪正在与杨子一起拍摄《国色芳华》, 这也是一部备受观众期待的剧。 而且李宪和肖战同年,同时流行。 这命运真是太奇妙了。 你觉得肖战和李宪长得像吗?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